台北市长选战紧绷 昨天晚上联科首度辩论交锋 两人各猛打对方的弱点 而最新的民调也随之出炉 有四成支持柯文哲 两成九力挺连胜文 两人的支持度和辩论的前一天差距不多 不过柯文哲领先11个百分点 比10月中旬的13%略微缩小 台北是一个全新的阶段 握手之后辩论大赛正式开始 柯文哲怒工权贵身份 连胜文横采 政治色彩 柯先生您曾经说过 您不是潜绿而是末绿 我说过我是末绿 当时是为了向这个社会 证明你的枪伤是真的 我这样讲是为了台湾社会的和谐 可是你今天在讲我是末绿的时候 你是在撕裂这个社会 你以来我往双方炮火不断 根据最新民调 辩论前后连胜文支持度持平 反倒是柯文哲小赢一个百分点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反正就是继续努力继续跑 所以深绿的这种态度的意思 来做一个幌子 来欺骗大家选票 他表现一百分 我以他为荣 蔡医生给连胜文打 一百分完美表现 但两人表现如何 选明心中自有答案 谢谢台北众合报导